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一般聚焦的點其實都不是很多 有時候真的想走出去戶外 跟你朋友聊聊天 真的專心做一下事其實都挺難的 紅磡區就非常缺乏這個所謂公園的設施 或者是所謂陸化的設施 在紅磡區只有一個和王公園 而這個和王公園 我相信能夠服務的對象是很少數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裡是絕對需要改善的 人多車多 是紅磡香港海底隧道一帶常見的現象 每天平均12萬架次的車流量 令這裡的空氣質素大受影響 從隧道出來也好進去隧道 那些車子噴出大量氛氣 在早上或者晚上的繁忙時間 有成萬人 所以萬人空巷真的有成萬人 這樣就很不理想 針對這些情況 李大在2013年進行了一個可行性研究 探討在紅磡海底隧道收費廣場上面 興建一個陸化平台的可行性 這個平台將港鐵紅磡站和李大連在一起 可以提供大約4萬3千平方米的空間面積 陸化平台會成為區內的行人網絡樑索 提供行人通道連接李大校園、港鐵紅磡站、香港紅磡體育館 以至尖東、紅磡和海濱長廊一帶 紅色的路線顯示出陸化平台上 連接尖東、海濱、李大校園、遠至紅磡及何文田的單車徑 而遊人更可圓藍色的行人通道 飽覽沿途各個主題景點 陸化平台的設計將人車分隔 行人通道設於中層 而巴士後車區也設於中層 乘客可以在巴士到站後先走到平台下層上車 避免吸入廢棄 陸化平台能夠提供多項大型公眾設施 供市民使用 又可以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滿足區內人士的需要 而當中提供的可持續發展陸化地帶 屬本港罕見的城市規劃 從環境角度來說 建議興建的公共空間 有助改善區內的生活環境和質素 較早之前 李大的學術專家團隊 就陸化平台對環境、經濟和社會各方面 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多方位研究 我們會去找出陸化計劃的成效 包括一般居民的健康 身體上以及心理上 甚至最終我們想去找出我們醫療的洗費 會不會因為陸化 以至健康提升了 是減少了醫療的費用 推動可持續發展 是這個陸化平台項目的重要目標 李大教授除了研究這個陸化平台 對環境噪音和行人流量的正面影響之外 也進行多項以達至零碳為目標的 減少碳排放研究項目 其中包括透過增加生物質能源和陸化帶 去減少熱島效應 利用各種環保的資源和再生能源 包括光復特電池、風力和太陽能 循環再用經過處理的一般污水 使用環保玻璃和催化技術來淨化空氣 這個計劃早前獲得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2014環保建築大獎 研究及規劃裏別的優儀獎 六花平台這個項目是一個屬於整個社會的項目 一個可以推動香港持續發展的項目 我們很希望各界人士積極參與 給多些意見 一起去構思和落實這個項目 召喚